我現在不是在三口玩酒超市 我已經又趕到福岡的完供超市了 那同樣的你看到 我們的鳳梨擺在這邊 在這邊我們鳳梨的名字 就叫做蜜甘味 這邊有裁切好的 也有切魚飯 你看這品項漂亮吧 那剛剛在這邊給很多的小孩子 包括這邊的顧客試吃 我剛剛特別要試 到底日本人喜不喜歡 有兩個那種大概差不多三歲左右的小孩子 我連續餵他們三塊 那你想說小孩子如果吃第一塊 那你給他吃第二塊 如果小孩子他用的不好吃 他應該就不會了 他就跟我想說他不要了 結果他連續吃三塊 可見這個味道連小孩子 都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喜歡的 所以我們的東西在這邊一定消了出去 放心好不好 金部長跟農委會跟太龍花 大家一起回座 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穩定的通路 我可以接受到 雷仲智 雷仲智 我可以接受一下 好 好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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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叫超市 我這次大分林公 跑了兩間超市 大家看這超市都很大 這不是一般 我們看到的那種小的超市 他們都是放在門口進來 非常凸顯的 整個嘉義的鳳梨 那他們包括做宣傳單 然後來跟大家講 整個嘉義的鳳梨 在這邊促銷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購買 大家看一下 都有很清楚我們蜜甘位 你看到後面這邊 還有一些嘉義景點的介紹 不是舊鳳梨喔 看到真溫水庫 看到阿里山的小火車 還有看到二鹽屏步道 鳳梨跟草莓結合在一起 這家超市真的非常有創意 裁切好的鳳梨 甜度有十四度 農產品最重要的是找到通路 有通路就可以跟消費者接觸 你的東西就出得去 幾天從東京市民站 然後馬上飛這個山口 山口以後馬上到福岡 福岡來 今天到大芬 然後兩家超市 所以等於是我們玩酒超市 玩貢超市跟玩工超市 合起來大概有270家超市 未來都可能供應我們的嘉義的鳳梨 那我們希望未來還有其他東西 可以透過這三個超市的系統 也可以跟所有的日本朋友分享 不管是加工餅也好 其他水果品項也好 我們希望大家加油 好吃 兩家 大家可以atch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